好就要來看到疫情三級警戒之下 從今天開始指揮中心 啟動了違解封措施 但其實全台各知名景點 還有遊樂園等等都有不同的規定 包括像是在電影院的部分 台北市是有條件開放的上線百人 另外像是寺廟還有運動中心 是採取人流限制 但也不是所有縣市都有做開放 至於在圖書館的部分 大多都是採取預約取書的方式 另外像是故宮北院還有北美館 現在線上扣票都很夯 還有在遊樂園的部分 像是六福村還有利寶樂園 今天也都會開門來迎客 但是防疫規範不少 還有就是像是中華職棒的部分 今天晚上一樣也是閉門來開打了 但也因為各地規範不太一樣 也因此要提醒您前往之前 最好要事先確認 遊樂園開園時間還沒到 民眾滿是笑臉在門口提早排隊等候 就因為想要搶單違解封後 第一個入園的人 沒有 我就想當第一個來利寶這樣 平日大家還要上班 頂多就大學生多一點而已 對啊 所以我們挑平日來比較好 雲林的樂園遊樂設施啟動 民眾興奮的同時 還必須保持社交距離 為解封第一天 還有民眾大老遠從台北跑來 已經問很久了 快兩三個月了 台北還不是很穩定 所以先跑來中步這樣 對 放風一下 慢很久是不是 對 人流的管控 我們自動降載到兩千五百人 餐廳是有對外開放的 不過我們只見外帶 那我們在園區也備有戶外的用餐區 民眾在園區玩到累了 還可以到餐廳購買食物 帶到戶外用餐區使用 但台中因為室外進用餐 業者在中午準備了時段 讓民眾進到飯店客房用餐 但得要額外收費 那我們也可以趁機 就是在這邊休息 那在這邊用餐休息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就是再去樂園那邊游 就是繼續遊玩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是有提供這個空間 是非常非常棒的 真的門壞了 決定選擇晚飯遊樂園 來慶祝忠於微解封 記得放縱成SNG小組 台中雲林報導